哈喽大家好,新加坡总统大选要来了 要是没有他们在场,我会选择黄国松 好不好选择陈清亮 什么陈清亮呢 他这种人,这种变态我们可以选他吗 他还支撑自己是独立候选人 拜托啦,黄国松才是真正的独立候选人好不好 他没有得到反对党的支持啊 没有,黄国松其实是靠自己的能力 获得公众支持,靠自己的能力啊 而那个陈清亮呢,全部就是靠那个什么反对党 那还算是独立候选人吗 反而,黄国松才是真正的独立总统候选人 再说,黄国松有很多地方好过陈清亮 凭三点,道德、人品、经验 道德,黄国松虽然一个很年轻的老婆比他小30岁 不过他没有好色 他也没有什么去特意去看女人,去找女人 没有像那个陈清亮这么下流 黄国松本身,本身就可以吸引很多女孩子啦 可是陈清亮呢,他要专门去找女孩子跟他们讲话 而且每天都要看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他是下流老头子啊 趁机要赚女孩子的便宜啊 特地去找女孩子,漂亮的女孩子 趁机摸她们 黄国松都不一样,大多数是女孩子去找她 再说,黄国松大多数是跟她的宠物 她的妈聊天 所以以道德来讲,黄国松比陈清亮还好 两个人真的是不同的格局啊 不同的格局啊 一个是很高,一个是很低的格局啊 第二,人品 陈清亮是非常绿色绿色的人啊 而且为了他的总统到选 到处去找人家去捐钱 也没有搞错啊 去总统大选就去总统大选咯 管我们什么屁事啊 他没有钱吗 虽然是黄国松比他有钱 可是陈清亮也是很有钱啊 可是他们两个的人品不一样 黄国松很大方 陈清亮很绿色 很小气 黄国松会请人吃饭 要是换成陈清亮 要他请你吃饭很难咯 这种又绿色又好色的人 我们怎么选他啊 为了总统大选到处叫人家捐权 自己不舍得出钱 然后这种候选人啊 绿色绿色到这样 第三,经验 谁有比较好的财务管理经验啊 黄国松还是陈清亮的 黄国松 他在GIC和MAS做了这么多年了 就是因为他新加坡才会发达 你看那个陈清亮 他是被anti-UC income开除的好不好 因为他的财务管理有问题 就是因为陈清亮 MAS做了不好 跟不上其他的竞争者 所以你们说呢 学会有比较好的资格去管理我们的国家储备啊 黄国松比较适合还是陈清亮啊 他们的人品 他们的道德 还有他们的经验 黄国松超越了陈清亮 陈清亮只不过是一个 补掉脸的大片子 大色蓝而已 你们需要选陈清亮吗 我溜吗 谁敢选他啊 所以按照逻辑来讲 我会选择黄国松 陈清亮 呵呵呵 送给我的不要 不啊 记得订阅点赞 分享我的视频 再见